食物从天而降对人类进行反扑 动画片实破天津利用奇幻的剧情 让人们重新省私对食物的观念 台中市政府环保局与官宿教育基金会 共同举办低碳饮食营展 引导民众共同思考食物的议题 大家看气候变迁 大概应该都知道 我们几次的风灾 最近也刚刚台风过 也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那这都是我们全球暖化气候变迁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环境教育 大家对食物的重视 透过对吃的一个认知 那我们用吃的行动 哪些东西不要吃 哪些东西聚买 那我想我们就可以改善这整个的一个环境 这次影展一共挑选七部与食物相关的影片 从纪录片、动画片到剧情片 每一部影片都以不同的方式 呈现社会大众面临的饮食问题 活动也将邀请学者专家担任雨谈人 引导民众了解影片传达的讯息 从中获得更多的省思 但我想除了这个住跟交通之外 饮食这一块 其实只要好好的去选择这个食材 那你对整个碳的排放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认为一个低碳城市 它不应该只有在交通跟建筑上 它包括饮食上 也应该去特别的去教育 去推广、去强化这一块 近年来为推动饮食发展 市府也推出包含女性、两岸等主题性影展 针对饮食文化的影展倒是相当少见 有兴趣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杨初环台中采访报导